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种所谓的中产格是有些扮演的 我们可否回到原本读书的状态 就是真的喜欢读一本书 跟你心爱的人一起去看一本书 可以在树下跟他交换一本书 可以在草地一起去朗读某些诗词 好像很夸张那样 但其实飘书期间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做的 除了这个心愿之外 另外一个就宏观一点 希望可以透过飘书 去看回香港的历史 香港的文化是怎样交错的 你在书局看一些书 你或者去图书局看一些书 它很整齐 那个气氛有种俱紧在那儿 而且未必看到一些很旧的书 你通常只会看到近两年出的书 但飘书往往可以将近三十年 甚至近五十年的书 集合在一起 铺在那儿 你可以随手选取一本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书 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书 而你拿起一本旧的书的时间 你不单止看到当年的书如何出版 还可以看回当年的香港人 原来是喜欢看这些东西 继而想到当日的社会是怎样的 这也是我们希望透过飘书 不单止带出飘流的文学 还带出飘流的时间 令我们想起香港人 曾经走过一条什么的路 所以记得了 8月3、8月10、8月17、8月18 我们也有飘书节的活动 也在言论自由行 会和大家紧贴着飘书节 你也带着书来飘